大家好 今天是1月7日 星期四的下午 看到恒生指數過去的幾天 雖然今天是下跌的 但是由開年到現在為止 其實見到港股很多時日中 消化了個別的沽壓之後 都可以收窄跌幅 甚至倒升 市場勢頭認真好 成交亦大 除了要避開一些比較麻煩 又有些美國制裁禁令困擾的 中資電訊 甚至最新說到 里巴巴和騰訊 這些股份之外 其餘 我經常說的舊經濟表現不錯 尤其是車股上星期推介給大家 489 東風 這些就好 所以恒生指數 站穩6,680 應該都是鎮住鎮住上 看3萬 上一次也是解析了 車股以外 大家可以繼續看一些舊經濟 今次就跟大家說一些卡車 3339 龍宮 看看一些電車類 水泥 統卡這些都起動 你看到這股份調整橫行完畢 在星期三的時候突破 今天休息一下 我覺得是時候吸納了 儘管留意一下這隻專強勢的股份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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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